深紫色果皮 微彎長條形 後面看起來有個小酒窩 外型很有個性 女孩們一口接一口 這叫月亮葡萄 因為甜度高從美國加州 紅來台灣 蜂蜜貴婦圈 想定還得照門路 它很甜 但是它不會吃一次 你覺得很膩 我覺得最大的特色是它沒有脂 咬下去會噗嚓那種感覺 長得很跳痛 然後可是吃起來就很汁 跟一般市售的葡萄 遠遠長得很可愛 感覺不一樣 周房產地月亮葡萄 一大串高掛在樹上 工人搶時間收購 月亮葡萄坐飛機空運來台 廠商看準商機 一次進10噸以上 工人加緊出貨 中秋節出貨量倍增 但其實世界葡萄之王 就在日本 這一串深紅色葡萄 大顆又飽滿 價格比鑽石還貴 去年更是創了天價紀錄 這是紅寶石葡萄 來自日本石川縣 甜度18度以上 市面上受歡迎的貓眼葡萄 從日本岡山出產 甜度20度 月亮葡萄高達22度 但價格是天差地遠 紅寶石葡萄 一串要價35萬台幣 但月亮葡萄 因為量產500克 200元有兆 一開賣 第一天就可以賣300盒以上 那現在一個月累積 大概可以到2萬盒 中秋節送禮朝 台灣人不愛柚子 月亮葡萄 反而成為新的搶手貨 三十萬增見一群潘趙雯 新北市報道